大家好 歡迎來到啫喱學煮 我是啫喱 啫喱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這款鯪魚肉生菜湯 我們來看看材料 材料有15元的鯪魚肉 兩棵生菜 一塊薑 胡椒粉和麻油 半茶匙的糖和半茶匙的鹽 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這個湯就真的超級無敵 這麼簡單 我們先講一下山菜 媽媽教的 選擇山菜 要選擇這些鯪魚肉 是軟軟的 不要一條一條 這些山菜 吃起來才爽和甜 現在先把山菜洗乾淨 洗好的山菜 我們要浸水 浸半小時 因為一會兒生菜 我們不飛水 所以我們要浸一浸水 我們現在放在一邊浸水 山菜浸的時候 我們就切了些薑 把它切成一片片 我們先放在一邊 一邊備用 山菜浸了半個小時 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把它一開二 這樣咬斷 一會兒煮湯的時候 熟的時候會方便些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煮 我們用中大火燒熱油 然後就加些薑 爆一爆些薑 讓它爆出些香味 我們爆薑的時間 稍微要久一點 這次 要聞到有很香的薑味 我們才可以下水 這樣魚肉才不會腥 好 現在聞到很香的薑味 我們就加些熱水下去 這樣水開始滾起了 我們就開始下魚肉 我們會保持著用一個大火 去煮熟 去煮熟些魚肉 去煮熟些魚肉 我現在保持著大火 開著大火 這樣就 煮些魚肉下去 我們要等到魚肉 差不多熟透了 才會再下山菜 我今天買了15元的魚肉 已經煮熟了 也挺多一下 好 先煮熟些魚肉 先煮熟些魚肉 好 看到魚肉全部浮起來 即是說魚肉已經熟了 我們就下山菜下去 我們會將生菜和魚肉一起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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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繼續保持著大火的 現在可以加些調味 加少許胡椒粉 少許麻油 半茶匙的鹽 半茶匙的鹽 半茶匙的糖 我們會將生菜和魚肉一起煮熟 我們將魚肉一起煮熟 這個湯就可以拌勻 現在將魚肉拌勻 先拌勻 簡單又好吃的生菜 鯪魚肉湯就完成了 各位如果喜歡的話 請按LIKE 分享 訂閱我 多謝你們的收看 拜拜